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胎儿有那个啥,胸腔有鸡嘴,是什么原因呀? 我看一下啊 她是94年的1月28日 儿媳妇是94年1月28日 数什么的?数什么的? 数鸡的,数鸡的 哦,你这儿媳妇脾气蛮古怪的 脾气不好啊 她有时候急在心里啊,太急啊,什么都事情太急了 而且她这个过去有过,哎呀,我不能讲了 好像身上好像不知道她妈的还是谁的 反正有个孩子吧 啊,有个孩子,有个孩子哈 啊,不知道是跟,跟你儿子也不知道是跟谁的反正 就是或者就是她妈妈的,嗯,好吧 啊,嗯,你问问她妈妈打胎过,就打胎过就知道了 嗯,行,行,行,那多少张小房子 赶快给她念掉 如果念了84张应该没问题的 嗯,84张啊,嗯,行,行,那你说那个胎儿那个胸腔积水 那个大夫说下个礼拜这次,就前几,昨天检查了,说胸腔积水 嗯,说她下个,下个礼拜再检查 如果胸腔还有积水,说这个孩子不能要,这咋办呀 是啊,胸腔积水什么原因呀 就是我说呀,就是说她,如果你叫我说学学上 就是她身上有个小小孩子呀,嗯,还有另外一个灵性啊 嗯,要把它念掉 嗯,那总共念多少张 我刚刚刚就跟你讲了,不是84张 哦,84张 嗯,嗯,嗯,嗯 嗯,84张,嗯 好啊,看看念的要念不掉 那你说这孩子能不能要了 是,我现在目前看 我现在目前看 蛮危险的呀 因为她积水的确是有 积水的确是有的呀 嗯,现在几个月了啦 嗯,嗯,现在可能四个月左右吧 这个月九月份就开始有了 看一看吧 希望还是有的 求啊赶快许愿的 赶快许愿的 好吧 你看看这种灵业的事情太多了 人家一许愿 这孩子就好了 放生多少条语 放生 两百条吧 两百条 台长那个啥 那你说呢我这个抬头怎么 就是光写那个啥 儿媳妇的名字 女儿的就是儿媳妇名字的要经者呀 就可以 不写那个孩子 儿媳妇就是那个 他的名字的孩子 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儿媳妇的问题 儿媳妇的问题 儿媳妇的灵性呀 问他要经者呀 是吗 问你儿媳妇要经者呀 就是那个小孩呀 嗯 嗯 那是写儿媳妇名字的要经者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嗯 行行行 那你说这个孩子 那下次那医生在下礼拜检查 再有清江说 嗯保不住的 医生肯定说保不住的 因为 你因为你如果 医生只要有一点点问题 他就不肯帮你生了 因为你生出来之后 你以后要怪他的呀 啊 你说残疾呀 他就这孩子要了以后 今天有问题 对呀 有残疾 是是是怕 是怕这个问题呀 因为 现在的确看上去是 这孩子是有些问题呀 胸腔这里都是黑水呀 我看到 嗯 啊 就是就是 啊 他说的 他不太 不是太好呀 所以你自己 对你自己要跟他 让他许愿试试看了 好吧 嗯 让儿媳妇许愿 还是我许愿 都要许呀 哎呀 你这个儿媳妇 吃了这么多的婚呢 有什么办法了 嗯 让他吃素 尽量吃素 哎 尽量吃素吧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没有愿力的人 很容易出事的 好吧 好了 嗯 就要这样拍 嗯